伟大的立法委员在整个议事的运作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 事实上法律都很清楚 不管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行为行使法 或者是立法委员立法院的各委员会的组织法 或者是这些议事规则 或者是我们立法院自己定的召集委员的选举办法 事实上都很清楚该怎么去进行 但是我们伟大的立法委员都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这个也就产生今天大家所争议的这些问题 那是不是以后我们相关的这些立法院的相关的议事规则 都能够把我们过去所进行的 不管是三十秒还是像今天这个半天 已经将近半天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发言 未来怎么样去修我们的相关的法律 相关的法制 如果我们今天所提的 我们对召集委员 有提到说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立法委员行为法 立法委员的之前行使法里面都有规定 利益回避 如果你有执意的话 就送到纪律委员会 都有一个相关的规定 如果说这个召委 或是其他的委员 有怎么样的对 在立法院有怎么样的违法 也都可以依 相关的纪律委员会 立法院有纪律委员会 是不是就照那个程序来呢 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 对于我们召集委员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质疑 那为什么上一次 上一次 不管是立法院的内政联席委员会 在审这个我们陈召委 在审反服务条例的时候 也做了结议 为什么又不保 当天呢 很方便了就可以送到纪律委员会 所以这个部分都有相关的法规 如果法规不完备 我们就修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回归 这个我是说 如果大家有这个质疑 大家有这个质疑 就照那个规定来嘛 这个是我们 你们不是提了吗 你们不是都提了吗 提了很多质疑嘛 我们就照程序来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就请大家 能够按照相关的法律 相关的法规 谢谢大家 好 好 那个 谢谢大家